元素龍總共有四種 還會得到不同的BUFF效果 火龍、傷害BUFF、水龍、吸血BUFF、蜂龍、跑速加成 地龍給予6%最大生命的盾 在四種元素龍都出現後 下一條就是附帶遠古屬性的元素龍 如畫面這一條 你好你好こんにちは 我是瑞碧瑞碧 今天要來介紹即將上市的英雄聯盟 雞豆峽谷 也就是英雄聯盟手遊版 而這支影片主要介紹整體遊戲介面 有什麼內容物 讓不論你是玩過英雄聯盟的玩家 還是傳說對決 或者什麼DOTA遊戲都沒有碰過的小萌新 就讓我化身為雞豆峽谷導遊 帶大家來看看吧 希望大家都能夠快速的尋找到自己想要的東西在哪裡 最右下角呢 就是我們最關鍵的開始遊戲了 開始遊戲裡面的話 有各個模式可以供大家做選擇 最左邊的話就是RANK 你的天梯排行榜的地方可以在這邊打 那再來是Normal Normal的話有分PVP就是打玩家 右邊的話VSAI也就是跟電腦對戰 在Training Training就是訓練模式 訓練模式的話有新手教學 還有直接的練習場 裡面會配一個電腦跟你去做對決 右側的話是自訂 自訂有分盲選以及BP的模式 讓大家可以像是打內戰啊 好友們一起玩的時候可以直接在這邊做設定喔 好的 接著想要跟大家分享就是你在遊玩雞豆峽谷裡頭 一開始的 需要得知的基本操作啊 地圖 還有裡頭的一些物件小細節 來好好的跟大家介紹一下 在介紹時因為會涉及到操作 還有一些地圖上面的細節 所以呢 我直接選擇 用打野角色來跟大家做導遊好了 來自於1924年 整體進到雞豆峽谷裡頭的界面 像左上角的話是有一個地圖可以做位移 要看任何的視角 再來就是商店 商店裡頭的話會有可以看到 主要道具裡面的一個合成的一個工序 然後每個屬性類別都在左側邊 然後這個方向鍵 回程 那因為是打野的話我們有 重擊 召善師技能還有另一個是閃現 最右邊的話是有四招的一個技能 跟傳說比較不一樣 傳說只有三招 但基礁俠谷是有四招的 那還蠻特別的一個位置在於主動道具 主動道具我們目前看到的話是鞋子 它可以加一個跑速 那如果你是出日輪的話可以幫大家放盾 所以主動道具的話在這個位置 然後還有補兵推塔 上方的話有視野 那如果你換成是掃眼的話 就可以看到時間點內 和處是有敵方的眼睛可以去做整理的 那右上角的話 右上角的話 點開有兩個劍的一個符號 就可以直接有個地圖打開 然後就可以點擊你想要戰鬥的地方 那第二個的話就是請求大家撤退了 如果你是長鴨的話也可以直接拖曳到地圖上面 就可以讓大家知道哪裡是有警告 可能有敵方的人員出現 那再來就是第三個的話就是你要去的路線 假設我要去進攻巴龍 直接拖曳過去 就可以告訴大家我們要進攻巴龍囉 提醒大家的是 一定要在這個區域 溫泉區才能選擇購買裝備 你在路上的話是不能買的 所以大家在存錢的過程當中 要記得回家買裝 不要讓自己身上空蕩蕩的 那另外在打野上的話要特別記得 因為雞豆峽谷是沒有打野道具的 所以如果你是打野味的話 要記得帶上重機 有帶重機的話就可以很明顯知道你就是打野角了 那再來雞豆峽谷的話它分的是像上半部 上半部的話是巴龍路 下半部可以看到的話是雙人線的小龍路喔 而一開始假設你是走巴龍路的 它就會提示你說要往上半部是一個solo線 那下半部的話就是double double雙人線的話就要往下半部去走 那如果你是中路的話就直接往中路去就好 算是蠻貼心的一個開局小提醒喔 那我們首先先帶大家來看一下基本操作了 它跟傳球對決也蠻像的地方是 我們右下角有補兵跟推塔的按鍵 還有攻擊鍵 那在線路上面的話 我們來到小兵前方 喔小兵的話會出現一個斬殺線 斬殺線變灰射死 就等於說你嚇一下普攻 大家要記得是普攻喔 普攻那一下就可以準確的把小兵給吃到 那一定要你使用攻擊鍵的時候呢 可以去選擇你下一隻想要打的兵是哪一隻 像這樣的功能是 如果你在玩亞術啊 這類型比較有操作技巧的角色 是蠻需要的喔 但是因為你在拉的過程當中 是要稍微熟悉一下它的敏感度 這個算是跟傳球對決比較大的一個差異喔 那再來像防禦塔附近 像現在有兵在幫我們扛防禦塔的範圍 就會呈現的是綠色的 就等於說我們可以輕輕鬆鬆的來到塔下 不會被塔給攻擊喔 由小兵來做扛線 但是像小兵已經不見的話 我們靠近防禦塔的範圍它就會變成黃色的 就是在提醒我們不要再往前踏進囉 如果我們真的往前踏進的話 進到防禦塔的範圍就會開始收到攻擊 那這條線就會變成紅色的 所以大家在於抓防禦塔的範圍的話 也可以稍微得知一下距離可能是在哪個地方 其實這個俠谷跟傳球對決最大的一個差異點 還有在與視野之間的事情 傳球對決我們都是用輔助盆身去當視野 但是英雄聯盟的話是有草叢視野 就是有眼睛可以做插的 那在於插眼的一個位置來說的話 也是蠻明顯蠻好去做執行的喔 我們來好好逛一下整個激鬥峽谷裡頭的地圖 那激鬥峽谷的話這邊是一個出口 可以方便我們去做防守的喔 而敵方的話是走不進來的 我們從最左邊藍buff區域來看起 那藍buff的話這一區就是我們可以吃藍buff 上方的話是毒蛙 再往下面走一點的話就是三郎 三郎的話要擊殺大隻的才算是史詩級的野怪喔 再來穿過中路之後呢 我們來到的是紅buff75區域 紅buff區域上面是四鳥 四鳥的話也是要擊殺最大隻的這一隻才是史詩級野怪 進入到的是藍buff更正紅buff區域 下面的話就是石像 那這邊要提醒的是這些野怪 史詩級野怪你只要刷四次 刷四次的話就可以升級重擊 有紅重擊還有藍重擊可以去做選擇喔 好了我們總算吃完了四隻史詩級的野怪之後就可以看到我們有紅重擊跟藍重擊可以去做選擇的 紅藍重擊的話效果比較不一樣 紅重擊能提升物攻跟魔攻 然後造成增傷持續五秒鐘的一個效果 而藍重擊的話是可以對英雄造成增傷還有偷取速度 那這兩個你要如何做選擇的話就是 呃看個人的喔個人的習慣 野怪裡面的話也蠻多花朵果實 是大家可以做使用的 像這河道上面畫的薑果 薑果點下去之後 會回復我們的生命跟魔力之外呢 會稍微偷取你的一個速度喔 那這個薑果的話在塔下面也有 因為畢竟激動小谷裡面是沒有回復藥水的 那往旁邊一走的話真是只刷點下去 就可以暫時的看見前方扇形的真實視野 包含對方如果有作眼的話 也可以在這個時間點拆掉喔 往野區裡面稍微走的話有一個包覆秋果 包覆秋果可以讓我們有一小段位移 那周遭的話就有一個圓巡的紅色圈圈 就可以讓我們得知我們站在哪個點 它會飛往哪一個位置喔 也可以拿來做牆的一個位移 元素龍比較特別 遊戲時間來到4分鐘就會出現元素龍 騎殺後4分鐘重生 元素龍總共有4種 還會得到不同的buff效果 活龍、傷害buff、水龍、吸血buff、蜂龍、跑速加成 地龍給予6%最大生命的盾 在4種元素龍都出現後 下一條就是附帶遠古屬性的元素龍 如畫面這一條 除了吃完4條的小龍後會出現外 遊戲時間來到19分 遠古元素龍一定會降臨峽谷 擊敗遠古元素龍後 除了有當下的元素龍強力buff加成外 加攻擊帶點燃效果 在6分鐘時 會在巴魯池生出御飾者 當御飾者生出來時 大家可以注意看左上角的小地圖 八龍吃口會有一圈 這一圈代表著 御飾者生存在巴魯池的時間 如果拿一圈轉完了 都沒有忍痛御飾者 那麼他就會準時的在10分鐘下班 拿到御飾者後 原先畫面上插眼的按鍵 就會變成御飾者的圖案 這時候呢 我們在走到想要拆塔的前方去做釋放 而我們影片裡頭就選擇在了中路 把御飾者放了出來 那御飾者就會一口氣的撞到敵方的塔上 然而在撞的路徑上 會對英雄造成擊飛 撞塔耗多御飾者也會扣除血量 所以在遊戲進行到10分鐘前 要執行推塔 御飾者是很好的選擇 時間來到10分鐘 就代表著御飾者準時下班了 換八龍準時打卡上班囉 除了御飾者 在10分鐘前很好執行推塔之外 另一個好選擇就是八龍了 只不過在吃八龍時會扣除雙防以及降治療 除非很有保證的穩拿八龍 不然碰觸到八龍後被敵方包圍 很容易被團滅 畢竟高報酬高風險嘛 如果真的拿到八龍後 不僅回家的速度會加快 靠近你周遭的小兵會得到八龍的buff 小兵變硬變痛 很好的利用這一點的兵線來做壓塔 不過如果拿了八龍蹲草可要注意範圍 不然小兵吃到八龍buff瞬間變大隻的話 就很尷尬囉 以上就是這一次極鬥峽谷初步的介紹 希望能夠給真要接觸極鬥峽谷的你 解減你開始的疑惑 祝福各位招玩師們在極鬥峽谷玩得愉快 非常感謝大家的收看 有任何問題或想更深入了解的 也可以在下方留言告訴我 也別忘了訂閱開啟小鈴鐺 我們就下支影片再見囉 掰不